最近三星手機放在世界平傳 但你知道三星集團的前身 其實是一家名為 協同經理所的糧食加工廠嗎 是即將借下三星的李再榮的阿公李秉哲 在1936年時創立 相信大家都知道長腿歐巴李敏浩演的繼承者們吧 但跟三星家族的亂鬥史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原本老老董李秉哲要依照傳統將經營權交給大兒子李孟熙 誰知道李孟熙竟然舉報老爸走私堂金逃稅還逃會 徹底惹怒了李秉哲 還好老二李昌熙挺身而出為父親頂罪服刑半年 但是沒想到出獄之後 卻發現父親計畫把三星交給弟弟李健熙 讓李昌熙整個傻眼 安中蒐集老爸的違法行為 還要寫請願書給韓國總統 結果狗仔行徑敗漏 李昌熙被李秉哲以家法監禁 哎呀難怪人家說欲帶王冠必成其中 但沒想到王冠還是弟弟的啊 時間回到1995年李健熙也曾經遇過手機 出現瑕疵無法使用的案例 並且在兩千多位員工面前放火燒了所有手機 但是這次NO7連環報事件 恐怕是少主李在榮想燒也燒不完喔